好 今天開工後的星期五 淑莉在南投青青農場 跟綿羊一起爆氣象 淑莉 早安 嗨 家如哥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 趕快看一下我身邊這一隻 這一隻是笑笑羊 牠的名字叫做阿呆 牠好可愛喔 你知道嗎 這個青青農場特地 為了我們泡泡購 幫阿呆洗香香 所以你看看 牠是不是好可愛好美 而且牠的毛 暖暖的天氣爆阿呆 超暖 超舒服的 好啦 這個 今天阿呆是我們這一集 氣象趴趴狗的明星 動物明星 因為下個禮拜 在青青農場就有奔羊節 當然奔羊節 除了奔羊跟羊一起來跑步之外 還可以品嘗到我們青青農場的美食 另外在青青農場 大仁哥 你在家 也有我們的小農市集 來 我們小農市集 要來介紹的 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的樹番茄火鍋 樹番茄 對 沒錯 我不知道這個青青農場 有這個樹番茄 這個是 這就是產在青青農場的 是 這是海拔1800公尺 海拔1800公尺 這樹番茄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一般好像比較少見到 是 它可以直接吃嗎 這個可以當水果吃 然後也很建議打果汁 當然最重要是來青龍 我們把它做成特別的 樹番茄的火鍋 樹番茄火鍋耶 對 這聞起來很香喔 這也是有點麻辣是不是 是 然後滿有層次感的 這樣子喔 這樹番茄對人體有什麼好處呢 養生呢 是 它的花青素是 青花椰菜的30倍 青花椰菜的30倍啊 然後茄紅素是番茄的7倍 哇 所以來到青青農場 我們看起來一定要好好的品嘗一下 對 是 因為在都會區裡面 比較少有這個樹番茄 是 那麼當然還有我們這高冷蔬菜 是不是 是 所以我們青青市集在這邊 是每天都有嗎 還是只有假日啊 我們365天都有 都有 所以歡迎大家來奔洋的同時呢 也要來支持一下 我們青青農場的小農 對 沒錯 是不是 除了有這個樹番茄 還有高冷蔬菜之外 這邊當然也有我們的一些伴手禮 還有小農他們自己做的一些小點心 好 來告訴我們一下 我們這邊 好像也是樹番茄所做的 對 我們是用樹番茄把它弄成果醬 然後搭配指甲烘焙的這個起司蛋糕 然後桌上這樣的 就是這樣的果醬 它吃起來 就是有濃郁的起司味 又有很豐富的果香 這樣子喔 你擺得好漂亮喔 可是我好想吃喔 看起來好想吃喔 真的很想吃 有沒有可以給我們嘗一嘗這樣 對嗎 這就花季來拿出來了 來 大人 謝謝 來… 這個就是樹番茄的果醬 是 然後搭配上這個起司蛋糕 高花心素 養顏美容 這我很需要 真的這樣酸酸甜甜的耶 是 好特別喔 這還是我第一次吃到 所以你們也提供了這個 樹番茄的這個像煮茶 另外還有我們這個有機茶對不對 對 自然農法的紅玉紅茶 紅玉紅茶 所以我們特別跟小農合作 特別的製法 所以喝起來會比一般的紅玉更有層次 大戰復果醬 所以喝著這個有機的紅茶 再搭配我們樹番茄的下午茶 對 那麼另外還有我們來自於南投 南投的梅子 因為南投梅樹多 對 所以南投的梅子 就千萬不要錯過了 這也都是在南投的小農所做的 這個梅子 好啦 我們可以看到 來一趟 我發現今天來這趟清淨農場 爬爬購 跟我小時候來清淨農場 應該有很大的改變 很多 改變很多 事實上不只小時候 其實這十幾年 我也曾經來到清淨農場爬爬購 那時候的清淨農場 跟現在的清淨農場 我覺得就差別很大了 甚至下個禮拜五 就有奔陽節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參加這一次的清淨農場的盛會 是不是 好啦 天氣上來說 我們也要趕快透過衛星雲圖 來告訴大家了 昨天晚上因為受到封面通過的影響 所以從東半部地區激動北海岸 甚至桃園以北或多或少都下了些雨 那麼今天整個東北季風下來 整個天氣可以說是南北大不同 今天整個北台灣東半部 就濕濕涼涼 濕濕冷冷的 但是中南部沒受影響 沒有下雨也就算了 甚至都還有出太陽 那麼所以我們提醒大家 今天從雨區預報 今天桃園以北到東半部 為觀眾朋友還是要帶傘的 那麼雖然下半天降雨就趨緩了 但是上半天局部還是會有雨的 那麼預計到了晚上雨就停歇下來了 那麼特別要提醒的就是溫度上的變化 昨天風前暖區 高雄內門都還有32.6度 台北27.7度 那麼今天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北部地區今天的高溫只有15到18度 一口氣就降了10度 那麼中南部都還維持在 23到27度的高溫 明後兩天事上禮拜六 天氣就回穩了 甚至陽光北台灣 局部地區陽光就露臉了 溫度也會回升到23 24度左右 那麼到了禮拜天天氣就更暖和了 因為禮拜天就吹東南風 所以高溫甚至各地都會有 27到接近30度的高溫 所以這個春天你看看 天氣變化好大 好大而且很快 無論如何提醒大家多留意囉 尤其如果要來這個山區 來清淨農場的話 早晚有看啊 一定要用多層次的穿法 真的 早晚差不多7度到8度 這樣的溫度 在上岛又很溫暖 所以一定要多注意了 好啦 無論如何 今天淑莉來到了清淨農場 不僅可以抱到 好可愛好溫暖的笑笑羊 甚至下個禮拜就是我們的奔羊節 追隨淑莉的腳步 讓我們一起來到清淨農場 來奔羊 再把時間交還給家如啦 好可愛 好可愛 好可愛